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 你一定要得着 首先我们来看 每个人都要有标杆 因为没有异象 明就放逝 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 一直在原地绕行 最后死在旷野 但我们的标杆是什么呢 不是追求自己的名利 地位 财富 乃是要专心追利追求主耶稣基督 要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 我们的一生若只是追求 灵力 地位 财富 就会像无知的财主 一样 神对他说 今夜若要你的灵魂 你所得的要归给谁呢 所以保罗在本章第八节说到 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 十二节又说到 接力追求 要得着基督 耶稣所要我得的 十四节更说到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这些都说明使徒保罗一生 所追求的标杆 只有一个 就是要得着基督耶稣 有了基督成为我们的标杆后 再来就是要先努力 向着标杆直跑 人生有如赛跑一样 不进则退 要努力一直向前跑 跑到最后的终点 才算完成比赛 也唯有优胜者 才能得着奖赏 我们信主后 不是就等于 已经拿到了天国的门票 什么事都不用做 就等着上天堂 启示录二三章也说到 只有得胜的信徒 才能进到神的国 得到神的奖赏 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说到 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 所以使徒保罗在本章13 14节告诉我们说 弟兄们 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 找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 就是不要停下来 不要自以为已经得着了 像龟兔赛跑 那只兔子一样 自以为已经胜利在望了 停下来 休息一下 也没有关系 没想到 最后胜利 却是属于一只 努力向天 缓慢前进的乌龟 肚子就只能后悔不已 我们都还未达到 人生的终点站 因此不要自以为已经得着了 乃是要像保罗一样 直接去追求 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 就是只有一个耶稣基督 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一切的重担 凡是脱去 容易惨离我们的罪 存着能量的心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 承受着耶稣 信心 坚定的 别无旁贷的 专心向前 向着标杆直跑 得到生命最终的奖赏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主你帮手我们的眼目 能够钉在你的身上 放下所有的重担 专心仰望你 靠你 向着标杆直跑 相信 并能得到生命最后 主你所示的冠冕 这样感谢祷告 奉告主耶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